面对2020年的选情 台中市中西东南区的立委选情 已经是提前开跑 民进党立委黄国书在过去 已经担政过两届立委 这次要立拼三连霸 而面对选举是不敢轻忽 这一天正式在东南区 也成立了服务处 有将近签名的支持者 跟地方里长都献身立体 也看得出基层实力雄厚 现场的气氛相当热落 社区婆婆妈妈们带来精彩歌舞 为活动助阵 民进党立委黄国书 这天在东南区成立服务处 虽然天气炎热 仍然吸引近千名支持者 和地方里长到长力挺 场面相当热闹 对于大台中地区 很多重要的交通建设 国书在立法院都能够为 我们这个中西东南区来争取来发言 因为选举的变化很多 所以我特别也要来拜托 中西东南区的乡亲 建立优秀的理会委员 千万不要有遗憾产生 以上一次的市长议员选举的成绩来看 中西东南这个蓝绿的版图 是有消长的情况 所以说我想我们一点都不敢乐观 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支持者 支持国书的人 都一定要能够帮忙的拉票 要站出来 国书委员在这段时间也是请走基层 来请听大家的意见 然后希望能够把这样的意见转化为政策 来让台湾变得更好 所以这一次立法委员的连任 我相信不可大意 我们一定要很努力很小心 才有办法去争取中西东南区的继续连任 民进党立委黄国书 在前台中市长林佳龙当选后 补选上立委 已经连任两届 这一次要拼三连霸 对上国民党现任市议员李中 他不敢掉以轻心 现场系数政绩 呼吁选民要全力支持 中西区跟东南区 可以透过重要的交通建设 把它缝合在一起 所以这几年 我们很努力的推动了 重要的交通的建设 就是希望可以让中西区跟东南区 变成是一个台中市最重要的 旧城发展的区 我们也争取了柳川跟绿川河川整治的延长的 中央的补助的经费 所以我觉得我们都一步一步来 在基层很努力的做很多重要的事情 红国书曾担任17年台中市议员 基层实力相当雄厚 成立东南区服务处 除了要提升选民服务品质 也希望顺利争取连任 持续深耕地方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报道